戴着牛仔帽的老先生徘徊在墓地 探望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儿子的遗照放在去世的母亲旁 母子的好感情也延续到另一个世界 去世的男子是墨西哥雅基族维权人士罗和 常年为族人争取水权和土地权 2021年他被人发现身亡 墨西哥当局称是当地的独消所为 但是多数的族人都相信 罗和是因为党人财路而遭到杀害 西北部的雅基河称其雅基族民 雅基族拥有至少一半的河流所有权 但是墨西哥政府在2010年强行搭建 输水管线以及水库 现在的河水干渴 严重侵害原住民的用水权 过去十年罗和发起了一连串的示威 包括动员阻断主要干道的交通 而同部落的乌巴诺也是积极的维权人士 良人为族人抗争 却都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留给家人只剩悲苦和无尽的思念 根据非政府组织世界募集的报告 2021年全球总共有200名倡议人士身亡 拉丁美洲占了三分之二 其中墨西哥以54人居首 其次是哥伦比亚的32人 巴西的26人 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的死者 都是当地社区极受警仰的维权人士 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 八月为原住民族过去遭受的不公平对待而道歉 也承诺增加部落的基础建设 但是却拒绝停止雅基河的开发计划 雅基族所在的土地有主要河流流金 也有丰富的里矿藏 地理位置临近美国 成为最佳的毒品走私路径 因而成为财团和毒销寄予的掏金地 讽刺的是雅基族多半生活困苦 家里没有自来水可用 多数人务农或是做苦力卫生 过去五世纪以来 雅基族不惜为捍卫水泉而流血 勾结公权的利益团体 对原住民部落的掠夺 从未真正停止过 公事新闻张署芳编译 雅基族不惜为捍卫水泉而流血